我再也不会等你回我微信了 你有没有等过一个人回复你的微信 在发出了微信以后 你没有舍得关掉对话框 就一直盯着对话框 期待着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 就能收到他的回复 你甚至想象着他会怎么回你 对你来说等他回复你消息的时间 每一分每一秒仿佛都是那么漫长 你很希望他可以赶紧回复你 只可惜很多时候一个小时过去了 三个小时过去了 一天过去了 你查看了消息无数次 都依旧没有收到来自他的一个字 发给他的消息 不管是问候 是咨询什么事 是跟他说晚安 他都一样并不怎么回复你 你都一样总是等不到他的一点回应 他的不回复 让你着急 让你难过 也让你担心 你会想着他会不会是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你甚至在他没有回复你后来 还一直给他发着消息 只是不管你发了再多 对话框中都依然只是你 一个人在自言自语 他始终都没有和你互动 面对他的不回复 你很想骗自己 说他是因为忙 没有看见 他可能并不喜欢看手机 可是你明明知道 他同样是手机不离声 你也分明看到了 他不回你却更新了朋友圈 你很想问他为什么这样对你 不回复你 可是你又何尝不明白 他不回复你不是因为别的 只是因为他并没有把你的消息当回事 他并不想回你 如果他真的在乎你 他当然会像你所希望的那样 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是什么消息 只要看到了都一样会赶紧回复你 不会对你自自不离 当他总是不回复你 一次两次你还可以忍 可是当时说多了 你终于不敢再希望了 你最后终究还是失望 甚至是绝望 在又一次他没有回复你过后 你默默的下了一个决心 再也不主动给他发消息 也再也不等他回复 我再也不会等你回我微信了 你在心里默默的对他这样说着 你知道他或许并不在乎你会不会等 但是你还是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和他告别 当你不再等他 你会发现 你的心情不会总是觉得失落 你仿佛更容易变得开心一点 在晚上的时候 你也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你不必模模糊糊糊一直醒来 看他有没有回复你 在感情的世界里有些人有些消息 你终究不必等 也终究是等不到的 握不住的杀布乳就扬了他 等不到的人干脆就让自己慢慢的去放下